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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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们讲南极特使的第二集 丛林亡国 聪明的罗斯在兵飞机上终于说服了库巴爷爷 同意带他一起去完成和人类谈判的使命 从此踏上一条充满风险的正程 你们看 他们的兵飞机遇到了什么 罗斯 我们飞了有几天了 已经是第五天了 我怎么觉得天气越来越热 爷爷 我们好像离太阳越来越近了 不好了 爷爷 我们的飞机要让太阳去掉了 怎么办呢 爷爷 我死 快 这被挑反 爷爷 我的三大子看 勇敢点 别慌 爷爷 别怕 别怕 拉开散绳 爷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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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啦 爷爷 别慌 别慌 罗斯 爷爷这就来救你 爷爷 快来救我 只吃肉 快来救我 罗斯 爷爷 爷爷快来救我 罗斯 坚持住 爷 爷爷来啦 爷爷 罗斯 坚持住 爬子 爬子 没伤着吧 他你在笑什么呢 爷爷 看样子 看样子 他们是友好的 我说 你们叫什么名字 能告诉我吗 叫我哭吧 好了 谢谢你们 救了罗斯 你们在这儿不会受到任何伤害的 谢谢你 小猴子 这是我的爷爷 国王来了 请问你们二位是 我是南极企鹅城的使者库巴 这是我孙女罗斯 你是 这是我们的国王狮子先生 你们好 欢迎你们 你是国王 那么国王有市长大吗 市长 什么市长 我爷爷当过企鹅城的市长 要是这样的话 那国王和市长我看大概差不多吧 在可罗斯江我爷爷是最有威望的人 尊敬的库巴先生 罗斯小姐 我以国王的名义欢迎你们 你说你和扑克先生是乘飞机来的 对 特别漂亮 飞机在哪儿 太融化了 真有这事 够可思议了 我和扑克先生 你们到我们丛林王过来一定有重要的事情吧 是的 我和扑克斯是代表企鹅城的全体居民去和人类谈判的 今年以来扑克斯江的海水和空气因为人类的核试验而受到了严重污染 南极居民每时每刻都面临着死亡的危险 原来是这样 我们丛林王国也是因为人类的砍发而一天天缩小 我们的国民也时常遭到人类的枪杀 作为国王我不能保护他们 只是万分的惭愧 我们下雨了 下雨了 下雨了 快跑 快跑吧 爷爷 我怕 快跑 下雨了 快跑 这女子们有股奇怪的味道 这是酸女 我们把它叫做恶魔降民 是受到污染造成的 每年有一两次 每一次都有大量的动物和植物被雨水中的酸性物质毒死 或者皮肤被烧伤 这雨特别的可怕 这酸雨给我们造成的损失太大了 这是什么声音 是泥石流下来了 由于人类过量的砍发 山上的植被遭到严重破坏 生态失去平衡 这是他们对我们的报复 你们带客人先走 一定要保护好他们 是 陛下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侯婆先生 你和洛斯小姐先走吧 我要带领丛林王国的居民们前一道遥远的地方去 这里已不适合我们生存了 也不再是我们的家园了 我们必须寻找新的生活环境 我是个贫穷的国王 没有什么好东西送给你们 这片叶子是我父亲传给我的 是我们丛林王国的象征 大森林赋予他很多神奇的公园 也许对你们有点帮助 坐好了 小朋友 坐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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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姑娘 谢谢 好 我们走吧 坐好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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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个自然界都面临着来自人类的危害 真是太可怕了 世子国王的眼泪真让人悲伤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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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